主料,大枣50克,牛奶60毫升,低粉140克,鸡蛋4个,普量,泡打粉3克,红糖80克,盐2克,色拉油90毫升,制作时间,30分钟大枣洗净,泡开,把大枣中的壳去掉,放到案板上切成小丁,把牛奶准备好,把剁碎的枣丁泡在牛奶里,让牛奶全部剩进红枣中,鸡蛋4个准备好。 准备好,140克的鸡本和3克的泡打粉和2克的盐混合,红糖80克称好,色拉油90克准备好,4个鸡蛋将红糖放入盆中,用手动打蛋器把糖和鸡蛋搅匀,然后用电动打蛋器中速打溶糖,改成快速打成浓球状,我的盆底部放的是45度热水,有利于全蛋的打发,慢速打2分钟,把大泡泡打成小泡泡, 打到蛋液体积蓬打,蛋液细腻,表面能画出个八字,字体不会马上消失就可以了,然后加入牛奶枣,用橡皮刀烧下拌匀,接着放入色拉油,再用橡皮刀烧下拌匀,不要换圈板,否则蛋液会消耗。 烤箱提前预热,150度,5分钟,根据自家烤箱温度,闪入过山两边的低粉和泡打粉和盐,快速白半,把大好的枣糕面糊放入蛋糕纸杯中,放入烤箱,145度20分钟,根据自家烤箱温度,出炉了,看着是不是很好吃呀,烹饪技巧,全蛋打发, 最好盆底部放个40多度的温水盆,有利于全蛋的打发,烤箱的温度根据自家的温度来调节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